苏先生 怎么回事 怎么了这是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李刚传心来吓了我一跳 好端端的怎么又吵起来了 他人呢 他不会把你扔这儿 他不管了吧 可不是吗 半个多时辰 连个面都没露过 还以为我们宗主 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 这怎么行 他人呢 我找他去 怎么能这样 敬王殿下 苏先生 这又是何苦呢 该说的 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在殿下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之前 就不算说清楚 先生的意思 我早已明白 在毛氏的眼中 也许大舅未争 有百避而无一例 但在我的眼中 这是一件无需有义 必须要做的事 如果这一点达不成共识 别的话 多说也就无意了 殿下的意思 是非要救出魏征不可吗 是 可若要救出魏征 必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甚至把自己搭进去 都未必能把他救出来 我试试怎么知道 魏征只是一个赤羽营的副将 这么做值得吗 等我死后 见到赤羽营的主将林书 说会讨论我 为什么不救他的副将 难道我能回答他说 不知道 既然殿下心意已决 那就让我来安排吧 可是无论如何 殿下都不能出面 还有 金王府也不能直接卷进来 这件事情只能让我来做 我会想办法 把魏征救出来的 不 不行 什么 苏先生可还记得 当初霓皇郡主遇险之后 我特意与你定的规矩 那又怎么样 同样的事情 先生已经做了第二次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你再拿魏征来做第三次 先生的所作所为 依然触及到我的底线 请恕我再难相信你 殿下以为我在敷衍你 殿下觉得我不会知心实意地去救魏征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殿下 你再考虑一下 苏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苏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在我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 苏先生做过什么事情 心里自然清楚 也许 也许我没有先生肆谋周权 也许当前的大好局面会因此而断缩 但大舅未争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做 先生麒麟之才 大可另则贤主 就当是一开始 你选错了人吧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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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给我抓住 苏先生 不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不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如果我今天不拦你 你想怎么做 是冲到宫里 逼着皇上把魏征放了 还是带着你的府兵 去玄境寺救人 那也总比为了一己私利 归缩不前的好 金王府上上下下 都是血战下场的汉子 做不出这种事情 小姐言 你有情有义 可你为什么就没脑子 十三年前 美领的那场火烧得 还不够旺吗 金王府的血流得 还不够多吗 你到底还想把 多少人命搭进去 你说 我 我不管你信不信我 这都不重要 但是想把魏征救出来 没有我的筹谋 你就办不到 到时候遇事俱焚 你有何掩面 到地下去见你的皇长兄 你又有何掩面去见灵叔 殿下 你的心情我明白 十三年前 在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没有在他们身边 这份懵恼 这份苦楚 这份苦楚 到今天都没有减轻分毫 是不是 我既知殿下此心 又怎么会敷衍你呢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救出魏征 我希望殿下现在能顾及大局 切勿计躁 更不能在明面上被人抓住把柄 这点你能做到的 是吗 殿下 殿下 把柄哥说得为什么 没有 殿下 别怕 你不是